一上車他不是找自己的位置 而是 脫下鞋一腳踩上椅子 一旁的人實在看不下去 出聲制止他卻說 一屁股坐在椅背上 也不管那是別人 靠著頭的地方 車行駛中 他拉著上面的置物架 雙腳打到最開 幾乎快劈腿 行徑相當誇張 甚至還說 就這樣在車廂裡 大鬧了好一陣子 有人想勸阻他也不停勸 有這種情緯的話 你要去運動場所去練 健身房去練 不要在列車上面 在這個公共區域 我自己會覺得不太合適 二十一號下午五點多 在台鐵第五二一次 旅光號第七車 行進桃園中立路段 一名年約五十歲的張姓女子 舉止相當怪異 直接在車廂內做挺操 該自列車長因張女情緒不穩 且任由影響列車行駛 情勢 所以當場向曲表示 解除運送契約 嚴重影響到乘客 當下直接在中立站 請他下車 因為自己的個人行為 不僅車不用搭了 甚至還違反鐵路法 最高可處百萬以下的法環 TVBS新聞林志偉聖芬桃園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